潘雨萱 人间临近 神界安危 接喜与你 接喜与我 与我何干 何也 这是 这是我在人界的肉身 我暗雨萱终 我在神界修了屋 终于回到人间 老婆去和我离婚了 小秘书 胡春寒雨萱婚迷 跟她离婚 真的对吗 両脸是对的 她都婚迷五年了 就算醒了 也是个废 您能忍到现在 才跟她离婚 已经是人之一见了 再说 您可是咱们天神集团的女孩 跟那么一个废 打在一起 连公司也跟在面上 不关 可是 五年前都是为了 这一个名义 那又怎么样 那她这五年的医药费 还是您给她掏的 要不是您 她早就死了 欠她了 这短短五年 您就已经身价过亿 咱们天神集团 更是即将上市 您不仅创造了奇迹 更是整个男省 最最吃手可热的 美女子才 也您的美貌跟能力 注定是要站在云端之上 受万人景仰 而那个韩雨萱呢 她就算醒了 也不过是一个 一无是处的普通人 根本就有个少年 你说的对 我现在需要的 是一个能够帮助我 踏入巅峰的男人 她给不了我 就只能让位给别人 林总 您放心吧 那个韩雨萱呢 我已经安排人 把她转移到了 乡下的医院 没有人会知道她 更何况 她跟您呢 早就不是一个世界的人了 就算有一天 她真的醒了 恐怕 连走到明天前的资格都没有 是 我这辈子也不会再见到她 神界五百年 人间才过了五年 清晴的经商能力还是差一些 我暗中安排了这么多帮手帮她 五年了 天上帝塔街 董事长醒了 什么 董事长醒了 五年之气已到 像是我去南 迎接我们地豪集团 你真正的东西走 谁会做吗 这哪有可能啊 谁会做的 你好 我找下林晴秋 那谁不是来求见我们林总的 谁会来求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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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会做的 傻眼了吧 能者居上 只有完成了这些任务 才能获得我们林总共进晚餐的机会 你才周期 你们林总不是有赵 我们林总可是有名的单身族啊 哪来的赵 别来说话 我去 林晴秋的要求越来越变态 连排名第十的任务都这么难 这女人果然不是我们能肖像的 我王家也是南省十一 首二的大家族 想要完成这排名第十的任务 你得损失三分之一的家长才行 排名第一的黑龙伤罪 我更是想又不敢想 这林晴秋的目标 早就不在南省 这根本就不给我们机会啊 我们林总可是南省排名第一的那一种 像你这样慕名而来的南省 多少世家主义排队都重要 更别说你这样的平衡 我劝你还是趁早放弃 免得死你 是 你又完成不了 去了也是白去 这任务就没有人能接得了 你小子该不会想接任务 也太自不量力了 林晴秋这种顶级美人 也是你能肖像的 江本朗 来这儿闹着玩呢 你不愧不知道接任务是要签合作 若是任务完不成 这百万的赔偿金你赔得起 喂 你快走啊 他说的可是真的 你真的太冲动了 我跟你一起丢人 你怎么接了呢 你这可是要一百万违约金的 这哪来的 连这种任务都敢接 你等着赔违约金吧 到时候 这不只是赔违约金的问题 天上集团会在大屏幕上 实时播报进度 到时候 这小子若玩不成任何 那可就丢大人了 估计啊 得连夜扛着火车和跑路吧 这一下完了 因为你害了我这个小小的接待员 也要一起被吵放 帅哥 明天南省的新闻头条 你是登订了 海民第九的任务出来 已被淋死 海民第九的任务 你疯了 怎么全接了呢 你知不知道 这第一个任务 就是要去找黑龙会的大当家 让他签署海天岗口中行证 这黑龙会可是我们南省最大的黑帮 已经霸占海天岗口争了三十年了 每年获利近千亿 怎么可能会工程让人呢 而且还有排名第二的林家 排名第三的德义堂 排名第四的青龙方 哪个不是全力掏天呀 我劝你自求多福吧 全力掏天啊 那够好 你怎么就不明白呢 黑龙虎向来 你全都说话 就就你这小声吧 哈哈 好好的算作 要别投资了 我这双 一拳可打 不是要签合同吗 小帅哥 集团为了防止有人故意捣乱 所以会实时跟进任务的进度 不管成功或是失败 都会公布在大坪上 所以我要登录一下你的名字 小帅哥 你要答应我 一定要让他们给你留一个拳尺 这是海天港口的东崇正 你拿好 好 等我把消息 你要是成了 我们林总都得亲自在这的 可惜 就没这个机会了 这小子还真敢去 真是 哎 我们打个赌 怎么样 就赌这小子 多久被失败 那我赌三十分钟 他用二十九分钟到黑龙会 用一分钟被打死 那我就赌二十九分钟 估计他刚到黑龙会门口 还没进去 就被打死 谁 我得立刻去通知李总 李总刚刚有个叫韩宇轩的人 接下了我们其他十个任务 韩宇轩 不急 许是同龄罢了 接下了排名第十的任务 嗯 倒是有些实力 他什么来头 他是把十个任务都接了 胡闹 这不是找死吗 这种蠢事 以后不需要通知我 是 李总 如果真是他 想用这种方式接近您呢 如果真的是他 任务失败的后果 自然要自己承担 李武乌 乖 如果任务成功 那必然不是他 他还没这么大的点心 黑龙会的孙子们 给爷爷滚出来 下 哪个不知死活的东西 主君爷的地盘叫雕 是哪个不知死活的东西 敢跑到我坤爷的地盘叫雕 你就是黑龙会大当家坤爷 没错 我是代表天圣集团来 找你先属 还先港口 先正 小子 你是天圣集团派来送死的吧 不过你别说 很久没有杀骗子 我还真他妈有点想念 别想放死 你让 杀了他 给我杀了他 别在这儿给我装神弄鬼 有本事出来给我单条 我在接下 你想干什么 我说了 我代表天圣集团来 找你签书 还先港 我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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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要你放过我 我签还不行吗 这样 给你 这上面的势力 你都认识吗 您这是 把天圣集团的任务 都给接下来了 不行 我别人不信 您自然可以 您要是不嫌弃的话 这些任务 让我来帮您处理如何 拿着他 保你完胜而归 好嘞 小的们 走 给老大完成任务去 是 是 是时候去天圣 速报仇 买定离手 买定离手啊 没错 那个叫韩允轩的小子 估计 快到黑楼费了吧 老子今天可是这儿的大桌 一分钟之内 这大屏幕上 就会出现任务失败 四个大桌 老子今天 要大查 这小子 白日做梦 就凭他 也想泡上林总 真是不知好歹 这林青丘 连本少爷都看不上 能看上这个狗东西 就算是死了 他也活该 这小子 死得可不远 对不 拦手 因为他又让到一阵子 哈哈哈哈 哈哈 哈哈 他们在干什么呢 李总 他们是在赌韩与轩 在黑文会的手下 能坚持几分钟 以后再遇到这种 滑进虚传 一看就完不成任务的人 就直接赶出去 让他们都散了吧 吵吵嚷嚷 像什么样子 排名第十的任务 完了 那家伙肯定就死了 排名第十的任务 排名第十的任务 只不过就是 排名第十的任务 提局 排名 以它 nich 可是 十个任务 那可是 黑龙汇啊 难受要翻天了 韩雨萱 她是谁人 我的天 我刚才不会是接待了个神吧 韩雨萱 她会不会是地豪集团知道我和韩雨萱的关系 故意化名韩雨萱来提点我的 我知道了 一定是地豪集团的那位大人物 是你的错 经有不满 但是又不使得你一生气 就用这种方式来讨一穿鲜 蔡蜜蜜 替我发出邀请 我要和她共计晚餐 是是是 我马上安排 我们林总对今天晚上这顿饭要求非常高 你们一定要认真谨慎 您放心 这是我们准备的最高规格的晚宴 韩雨萱 这位是 忙你的 韩雨萱 你真醒了 这 你来家干什么 不是你们邀请我来的吗 韩雨萱 冒充那位贵女 你也配 你吸着什么东西 我跟林总心里都清清楚楚 你刚醒过来还不知道呢 我们林总已经跟你结婚了 你们之间再也联系 赶紧滚 你说的 是那份趁我昏迷是前述的 你昏迷了五年 外面的世界早就变成了 我们林总只用短短五年的时间 就带着摇摇欲坠天性集团 立足于南水商界之间身价过亿 你能早就不在一个世界了 你根本配不上我们林总 我配不上他 没错 我知道你很不甘心 但人要有自知之明 我们林总的能力跟美貌皆是王台 前途不必见谅 而你 不过是一摊扶不上墙的烂民 一无事 别用你那狭隘的眼界来衡量 我的生意 你还无辜姑娘 我无法姑娘 难不成你还是什么高高在上的大人物 小自作作情了 趁着我们林总来之前赶紧滚 这句话 让林青秋来亲自就是 你什么意思啊 你想扒着我们林总不放 好破坏他们贵人见面是不是 你还真是龌龊至极 杭而皇之地把自己明满标价 不以为耻 不安以为柔 到底是谁龌龊 韩宇娟 你有什么资格评判我 林大总 总算是沈的先生 怎么 看起来是不是 看来你和我 从来都没有屈一可 我若是现在出现在大天 你不必对我阴阳怪气 你昏迷五龙 早已物是人非 层次不同 我说了你也不懂 我会给你一笔补偿 你拿了钱 这是算不算 你也染上了全室的毛病 学会拿钱审 曾经的你不是说过吗 你要是再继续对我纠缠下去 除了让我特别厌恶之外 你也知道 这张卡里有二百万 从今晚起 离开 睡 我不需要 我们的婚姻是钱可以衡量的吗 你昏迷几年 胃口道还长了故事 想要更多你就直说 我尽可能满几面 才是 在原理真的就那么重要吗 你一个一无是处的人 根本不配和我谈全室 我以为你是有口 我有想过 你可能是被父母逼过的 也想过你可能是不知情 你可能是灭的爱情 所以我一行我就在找你 可我怎么都想 你是因为他连全室 才着急把我给收 我们的婚姻 在原理这一片的事 你所谓的感情 从来不是我需要的 我想要的 你 你怎么知道我给不起 你有没有想过 要不是我 只靠你自己五年前天圣集团 就已经破产了 你有没有想过 天圣集团的破天富贵 那是我给的 为了留住我 连这种舔不知识的话 也都说得出口 你真是 好了 我对你无话可说 我只想你明白 身份地位悬殊的两个人 怎么可能在一起 这个问题 我一确自考过 我想隐瞒自己 不对 您请求 你还真是好好的给我 你好自为之吧 希望 韩雨萱 你看看这里 看看我 再看看你自己 别再心存妄想 我们已经不一样了 你现在连见我一面 都要用这种 偷鸡摸狗的手段 你与我 根本就是什么意思 我想不到会有什么理由 能让我后 你少给自己脸上贴金了 你不过就是个 巴基林总 放得窝囊费 你有什么资格 冒出我们林总的贵客 这种无耻谎言 你会说得出口 我真的不理解 看来 你确实不需要这张看 凭你这份后脸皮 在这个社会上 应该就知道 别打扰我的好心情 支持 林青秀 你确定要赶我走 好 既然如此 那就把我留给媳妇的全家宝还给我 送给我的东西 怎么能要出去 我这么一个 意识实处 令人厌恶的人 你不行 你不行 像你一位这么有野心的人 怕是从一开始就不是想嫁给你 而是为了接近她 你够了 韩宇轩 没想到 你是这天丑恶的人 别拿你阴险的心思采测我 我早就打听清楚 你当初不过是帮了地豪集团董事长一个小忙 才得到这枚戒指吧 人家早就把你忘了 这枚戒指 在我手里才能发挥它的价值 那只是个废 你明明是靠这个戒指发生的地豪集团 你还敢说你此刻的成功跟我没关系吗 得到地豪集团董事长的赏识 那是我们林总的能力 韩宇轩 就算你拿着这枚玉戒 也再无翻身的可疑 实话告诉你 明天地豪集团董事长会在南省举办商业宴会 在宴会上 他会向我出声 地豪集团的董事长那是怎样的首先人物 谁是你这种人能比的 地豪集团的董事长 你连见都没见过的人 出嫁就嫁 你到底嫁的是 还是起 住嘴 我怎么样 与你无关 与你的眼界 这辈子都无法推荐我的高度 以后我会注定站在天风上 含笑风生 而你只能归缩在家中 在电视上才能 看你的生意 地豪集团的地豪集团的地狱 想必你是亲 我不想因为你 够犯我的好事 看在我们八年婚姻的情 林总 你还想起我们之间的情分了 林青秋 你是吗 我走了 你那所谓的贵人 不会来 一听到地豪集团董事长的名号 就吓跑了 林总 别为这种窝囊费生气了 咱们天圣集团 马上就要一飞冲天了 你可千万不能再心软了 三个小时了 怎么还没来 该不会是那个贵客 看到韩雨萱生气走了吧 真晦气 每次碰到他都没好事 林总 我就就去教训他 我有气 不必 只当没有这个人做 我是怕他不长惊喜 用来换您的好事 注意深信 小子 就是你惹我们董事长夫人不开心啊 是林总监派你们来的 当然 你自断双腿 爷爷们就扛了你 这方一路都够狠 不想死的话 要给我滚 你小子是真傻假傻 求你们给我上 弄死他 你个庆幸 我不想在人间大灾上心 你小子居然还敢动手 知道我老大是谁吗 我老大可是地豪集团的人 说是吧地豪集团 你活不过今晚 哦 是吗 好大的口气 放开他 老大来了 你完了 赶紧放开我 你就是他的老大 你是地豪集团的人 既然知道我是谁 就石像 放 可以给你留一个神识 小子 一个跳梁小丑而已 你以为你真能击死我吗 不够了 你还不知道地豪集团 那可是吹口气就可以左右你生死了黄人啊 是你这种低贱的落魄无法想象 我可以原谅你无知与众 但你这辈子 下饭上的死罪 秦东旋 又是这么教你的啊 闭嘴 是个什么东西 别敢直呼我们秦子的大名 三分钟 三分钟 三分钟之内到云顶厅 见我 你迂许不到 你就辞职 是 小子 你惹了我上阁 但是你 可是地豪集团那位董事长大人的得力心 可谓全是无天 无人 别说一个小小的男士 就是京城 也是万人之上 在岂时你一通电话就能叫过来 还要让他 秦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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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上路 曹天军您不大的胆子 秦总 滚 秦总军拜见董事长 你废物 你被开除了 我去告诉你 爹 他有个愚蠢的儿子 曹家 京城重营 我把地豪集团说 你就是这么给我管理的 请董事长责罚 若在 我想地豪集团 也应该换 董事长 您当初吩咐我们五年之内不要找您 现在五年之期已过 我已经按照您的吩咐 通知您的妻子林青秋 在明天的宴会上 公布他董事长夫人的身份 这怎么可能 当初天盛集团在林青秋的管理下 激进破产 全靠地豪集团给送钱才能翻身 他做事 为了目光远显 背靠地豪集团 整整五年 身价才将将过亿 说到底 天盛集团的一切都是您给 那怎么和您离婚 不要再提了 都已经过去了 明天的宴会 我已经照告全程 临时取消 不太好 不需取消 照常即可 您不适合 所以才要继续 我还等 韩玉轩 来 金东 谁是你吗 我女儿已经和你离婚了 幸亏我女儿早有鬼 你果然到宴会上来捣乱来了 就是 今天有我在 别想接这份 韩先生不是来找林青秋的 这有你说话 我 你没份的跟着 你瞎跑 你又瞎在乱去 是 韩玉轩 不是 你前脚刚跟我女儿离婚 这手续还没办理所 这后脚就放在搜狐狸 你还要人要人 是 是 你 金青乱 特别的她要和你离婚 我韩玉轩这八年 你们 从来没有对不起过林青秋 从来没有对不起过林青秋 嘿 如果没有做见不得人的事 她能跟你离婚 妈 那我还真是 韩玉轩 你昏迷五年 医药费都是我女儿出的 一共三十五万 今天你要是把钱还了 我们就不跟你记住 三十年 我给她的何止千倍万倍 笑 韩玉轩 你这都比脸还干净的费 今天你要不乖乖换 要不就乖乖的把林青秋的合成 我劝你乖乖听话 否则 你也不乖 这时间消失 妈 我我的手段了 好玩你个废物 欠钱不还还用手上人 一会儿我女儿来了 你就完了 就是 我欠来了 你就完了 她 那 韩玉轩 你太过分了 昨天你害我错过地豪集团的贵女 今天你还敢动手上我家人 就因为我跟你离婚 你就用这种下作手段告诉我 你信不到 你是这种恶毒卑鄙人 我真是恶忽 在你旺家指责之前 能不能先为行走世纪的纸墨 无论怎么样 我妈都是长辈 你动手就是不对 你们林家的家方 还真是让我找见 你 女儿 赶紧让她喝钱 她竟然是她的自己 就算她进局 就是 什么钱 这生病出院五年 一共花了三十五 既然她都醒了 那就让她还钱 林青秋 你欠我的又何止是钱 还有一点力 我本不想与你多计较 那既然你该算债 那我们今天就好 谢谢 你 女儿 都看了 女儿 这个韩雨萱 竟敢拉着一个丧狐狸 在你面前 要不要回她 她一定不能放过她 妈 我不是说过不让你们来这里 你们赶紧走吧 我当然要来了 我女儿今天 就要成为董事长夫人了 就是 我还要让地豪集团董事长 给我安排个总经理当中 就是 韩雨萱 你还真敢进来 这场宴会 可是第豪集团举办的 今天到场的 无疑不是南省最顶端的 你从前顶着我林青秋 丈夫的名声 这些名流还会正眼看你 但是现在 你只是一个一无是处的分 只会受到奚落和炒 跟你有什么关系 你要是出了 没有我会跟着丢脸 你是想诚心破坏 我跟地豪集团董事长的婚事吗 林青青 你还不会再认识这夫人 好啊你 说你是分 还真是屈死还你 你真以为我老太婆 不知道你想干什么 我吃嘴 比你吃过的算 你想骗我 女儿 你就是想破坏我女儿的好婚事 然后再求着她跟你夫婚 我请高 想都别想 知不知道你在跟谁说话 你丧狐狸 听什么对我大呼小叫 女女 长得不错 只可惜 跟着这么多对 要不考虑考虑 跟着跟着我 这位小姐 我不知道韩雨萱答应了你什么条件 让你逼着她一心 让我实话告诉你 这 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软饭男 昏运年刚刚醒过来 要不是我 估计连饭钱都拿不出来 这种一没钱 二没十 还满嘴大话的男人 根本给不了你什么 我劝你 还是离她远点吧 我独的 是她这一人 你是不是该给我一个解释 林小姐 我们已经离婚了 我还需要跟你解释什么 女儿 我早就说过 她刚好是什么好年事 家里她 就是白白浪费了八年青春 如果不是她拖累 你早就成功了 林总 这是和谁在聊 一个朋友办了 听闻林总和地豪集团的董事长 关系不明显 不对啊 林总年纪轻轻就有如今 看来 咱们这 谁呀 男神各大世家 以后还要靠您 多多提醒 三位客气了 我们刚刚 林总 你们好像有些争执 这位是 什么 他 他 他就是任何一个追求者 我女 那可是要嫁给第好几个事情 怎么可能和这种 关系 你让你回到这 真正 哈哈哈哈 林总事情 这是我杨某人的事情 把这小子交给我 我来处理 与其漂亮小指 也敢在我面前打风 决死 我治死活的东西 我杨柯平 骂黑小树 实在 你敢敢挑衅我的人 判仙 你赶快给杨柯道歉 不然连我 判在林总的面子上 你现在跪下来求你 然后从这儿爬出影地 我可以考虑 杨柯平 我注定要离开南省 逃出世界 和你不一样 你得罪了杨柯 连今晚你都活不过 太自信 可是不是 今晚南省名流齐聚 灌溉云集 你个废无善的闯进来 本就是死路一条 我姐让你道歉 那是给你整了一条活路 只可惜啊 你不知好歹 我还不需要他来 至于善诱 你大可以去共闻地坊起 今夜之夜 我落不到 好了敢开始吗 厉害 厉害啊 你还真是死无忌惮 敢跟地豪集团董事长成 确实 盘施过人哪 只可惜啊 你的实力是赢的 太过于愚蠢了 在这间场合 你还这么好忘记的 是死活的东西 敢冒犯地豪集团 今日 地豪集团的总裁和董事长 要历历我们宴会凌县城 你现在 跪在宴会凌的门口 一起谢礼 不要我们费心 我怕 没这个资格 杨家家主不够格 加上我们曹家那 不够 有意思啊 再加上 是假男 弄吧 差得远啊 韩丽萱 这三位代表的可是男神最顶层的权势 他们一句话就能断了你一条生物 你非要捅破天是吗 那又如何 道歉 你可看不到歉 道歉 我说了 他们 不退 他要走 你管他干嘛 他要是再这么闹下去 一旦被别人知道了我们的关系 连我都不跟他们去牵连 既如此 再加上 没错 今晚过后 我姐就要嫁给地豪集团董事长 到时候我们林甲 就可以凭借内威 一步登天 恭喜 现在 走 这桩婚事如不难成 林甲那可是 外语之伤啊 林甲若是盘上了大位 看来日后 要迎参这个男神 世不可挡没啊 哈哈哈哈 你们林甲 又算是什么东西 我知道 此时此刻 在场的出位 龙翔以压谷为荣 但抱歉 来 走 哈哈哈哈 放言 男神 二百八十四万 屁股独立 已经有一个 难免挑战 顶级权贵的人 既然 你想和整个男神为敌 那我就要成全你这废游戏 来人 韩与萱 你这是 这是无可救药 先把他腿给我打断 我倒想 想和整个男神为敌的人 他到底有多一样 我看你们谁敢动手 是一无状 融剑魔石 可是他是谁 是他是谁 还不退下 慢着 这位小姐 你想绑他 这不是你该关心的事情 你现在应该做的 是替你的子孙 替你娘子 取了一副生 如果我没听错的话 你的意思是 我如果不赶快跟他道歉 他很有可能 不妙 啊 不 演不下去了吧 大话说了不实 真要动真格的 你不服了 杨总 这个废物不知道从哪起了你 演戏还演上演啊 现在给我跪下来认错吧 还不算完 我的意思是 要废 用脚的事 我 我 可我听到不响 先不论今晚我临下 将攀上那位万人之上的大佬 一步登天 单说我姐的天术集团 与你们也是天花板的存在 可我别说 在场的其他 都是横卧南省十百年的存在 就凭你们 要是没有什么能够横压于世的天大身份 就凭他 使命临起 凭 就凭他这两次 不知死活的 你 你可打我 打你就打了 不过 我 我最终可以把你们临下命 通知地号集团男手负责人 我的敬 是 没想到 万福宁静了 今天 董事长和秦总竟然会亲临我这小小的分部 也不枉我 半生 我心经营 今夜宴会后 我若是能得到这位大人青睐 万福宁静 天堂 你登天 万福宁 明天是福星召召 对 那董事长和秦总不就是我的福星吗 他们也该快来了 万福宁 我给你三分钟时间赶到宴会现场 三分钟还见不到女人 以后也不用再见 秦总已经到了 我都得死了 三分钟还见不到女人 后也不用再见了 已经通知下去了 哈哈哈哈 你以为万福是什么样的人 那是我们整个男生三大顶流家族 枉旗相悲的存在 又因为他背后是地狗属 而你们 又犯什么东西 也敢命令他 在三魂中之内赶到 谭亦权 我们想送你 只可惜啊 你自己吵死 宴会马上就要开始了 如果他再闹下去 让董事长知道 我们一定会收到千里 韩玉轩 你闹够了没有 你知不知道 现在事情发展到什么程度了 非要闹到无可挽回 你才满意是吗 闹 哈哈 你这无可挽回的是什么 你的好婚事吗 你的好婚事吗 你再清楚不过了 这件事对我 对林家来说有多重要 况且你再闹下去 你也会没命 对 很重要 重要到你对八年的感情 都很失落了我 林家修 你根本就知道 你舍弃的是什么样的存在 至于我的命 今夜 我就站在这里 我倒要看看 有谁 取楼不灭 哼 好大的口气 小子 你竟敢扛出发言 在我的面前 你不开 你们所谓的痴 在我眼里根本就是蜡蜜 混血 你以为你是谁啊 你真当自己就横压全场了吗 他的身份 也不能忘记 他的身份 也不能忘记 你说对了 今日之夜 纵览全场 既如蝼蚁 无法无天 诶 诶 看他个生怕陋怯 大放厥词的补量 是暗中排练过很多遍谋 为了今晚这出戏 可没少下功夫 那我就好好看你 死死 还有你 可惜啊 你也算得上一个难得的美女 跟着他吵死 真是 不知死活的是你 这圣上 还无人擦饼肩 姑娘 看来你还真是被他骗得不起 他 不过是一个被我姐扫地出门的窝囊废 无论是财力 能力 权力 还是地 通义 甚至是罪 所谈他们是条好 是台阶 真的 地豪集团知道什么 恐怕早就把你和我窝囊废的事情查得清清楚楚 现在我们与其藏着烟 不如大大方方的摆出来 反正明眼人一看 就知道这个窝囊废 这也剩 没错 那个董事长明知道我女儿已经结婚 还来追求 说明呀 我女儿有本事 如果你想用思义万为的思考 在这场宴会上引起我的心意 那就透了 我不会和你复婚的 一点可疑心都没有 你听得懂吗 现在说是 还来得及 谁说我要和你复婚了 哼 还用说吗 你一世无常 你无所业 离开了林家 哪还有你的荣誓之地 何也 你才不甘心被林家驱传 妄想 以肆意万为的帮子 来证明自己的价子 只可惜啊 我姐早就看出你是个烂女扶不上墙的东西 而且 还有帝豪集团这样的大人物来追求我姐 你的范姐注定是要死败 我想 你也早就看出了这一点 所以还在晚会上肆无忌惮 肆意忘培 你见不得我姐即将嫁给帝豪集团董事长做夫人 彻底有本来这段婚事自己疼不到 就会掉是吧 哈哈 你的自以为是还真是要大开眼界 哈哈哈哈 韩允轩 你真的以为在场这么多男少女流 看不出很威力的心思吗 原来这就是你今晚屡屡胡作妃为的妍妍 韩允轩 我真没想到 你竟然是这样的人 林静秋 为什么她说什么你都相信 而我说什么你却从来没有听过 怎么办 你有尝试过去了解我吗 你还惯起我女儿来了 谁给你的礼 这五年是谁养你的 你对不起她吗 想你一切都是我给的 该说对不起的是你们林家 够了韩允轩 你还嫌不够丢脸吗 是 我知道灵魂这件事对你来说打击很大 我也给过你补偿了 而你呢 你什么时候才能有一个男人干用的能人和担当 你 你有什么资格在这里斥责 你就只会躲在女人身后去吗 算了 还在我跟姐姐的激情地认识里 只要你肯收手道歉 我会去求董事长尽量保住你的心理 这也是我最后能为你做的 我们 不用 归根结底 是 你所担心的 还不是能不能嫁入那 我 还行 姐 既然这样 你就别管这个白儿 反正她已经将难守了天堂 今天 就没有人能够护了 就让她此生自灭了 不错 一个臭 就应该斩草除根 不然一旦巴上 她就会把你吸干 我想 这也无愧愿 谁走 我疯 那算是乱了 看这废臭是天心要害 要害我 是她不止了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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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知道 其实你一直不清楚 这五年我为天圣集团 付出了多少 你昆迷了五年 你什么都不知道 即使你现在死了 我们却早已心里损失 地位不同 眼界不红 所需承担的责任也不 是 是好说的 无论你今晚在做什么 我都不会承认和你有半点关联 很抱歉 韩雨萱 你我界线已经划清了 别再一意孤行 叶养最好 什么东西 韩雨萱 你以我姐的身份本就是云泥之别 以后的差距只会越来越大 我都不想搭理你 但是你今天大闹地豪集团的宴会 不给地豪集团一个交代 说过去 诸位家主 这小子今夜尊严不分冒败全场 是有心思感 地豪集团不敬 我小男生已经没有这些 我们认识出 今夜他必须以此 向地豪集团谢罪了 留给你的时间只剩三分 三分 留给你的时间已经到达了 诸位 我以地豪集团统训的未来小秋 暂且 代替地豪集团 号召大家 断起生路 一起上轮 身份卑贱 品质低利 举目要留 我男性羊甲 冠战国际 愿同林甲 一同断起生路 小蛋 过来今晚 你不知死活的大名 将会传遍整个南省 这算是你小子八辈子修来的福分 我男生羊甲复义 断起生路 我操架也算起义 别起来 你要明白 中尊备 冬尊备 直进退 你领起钱 得个教训 来世啊 不要那么狂妄 我沈家 故意 三大师家 共同法 那个南省 百年难见 那李三里去夺不了了 哈哈 南省周家 愿断其生路 南省庭家 愿断其生路 南省李家 愿断其生路 南省刘家 愿断其生路 断其生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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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夜之后 南省想再无你的容身之处 现在你还演得下去 这是一分钟 没错 一分钟之后 帝豪集团的万总将会到达会场 这时 他会亲自带你 压着你的头 去给帝豪集团董事长 折头 以死谢罪 谁要以死谢罪啊 万总 谁要以死谢罪啊 龙以万总 万总 龙以万总 万总 韩玉轩 原本我还想给你个机会 让你慢慢的体验群化 那这不需要 万总已经到达现场 你的下等 真的 气死 是 我事故以待 你知死我呀 承秋 万总 绿群 你还不打算逃亡 就非要一意孤行 我为什么要 万总已经到了 他背靠的可是 第好几个的主材秦总 以及那位神秘赌事长 真等这种一本地的大人物到了 你觉得你还能活着走出这里吗 你还是看不下 今晚 我 今晚 今晚 我 今晚 今晚 这不可领域 昏迷语言 胆子越发大 可惜 也越来越越纯了 今晚这宴会厅里的每一位 都是你这辈子触及不到的高度 你生来就只能仰望他们的背影 你 为什么就不敢低头呢 林青秋 你看好 接下来这场戏 可是为你准备的 刚刚 你都做了什么 我总是这样的 今天的晚宴呢 我们有所信 好前来一直藏领 经常懂事怎么经过 我们现在 正在经理 正在经理 藏预 自寻死路之魅 对 虚不可惜呀 是 好 我总 您谋闭嘴 是啊 听住他们 这两个死仓仰 要到咱们的地堂圣殿 齐子 能够 你们 真是好大的威风啊 万福民 万福就站在这儿 你还敢大放绝子 直呼万福 这分明是在早死 万福 这分明就是不把您 不把地豪集团放在眼里 以我看 万总一定要好好地抽手 消息 对 万总 就是您没来之前的 这一件 事顺乎您的平衡 我们再三趁 他去变本加厉 这种贱人 就应该把他送到地牢 击残 把他撑死 好啊 好好 你们干的好事啊 万总 万总 您过家 这都是晚辈 应该说的 万总 还请稍等 晚辈 现在就出手 把这两个苍蝇 给解决了 以免碍了您的眼睛 解决 我看 该解决的是你们吧 今晚的宴会 第豪集团董事长 与总经理的接风起沉 你们知道吗 我们当然知道 是啊 万总 我们这次来 也是为了 见那两个大人物啊 万总 那个 秦总和董事长 让他们到 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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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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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可能 他怎么可能会是第豪集团的总裁秦总 这可怎么办呀 我平常可是连万资名都够不着 这下 我把他给得罪了 第豪集团 陈总 总经理 完了 我们神家 完了 我们神家 完了 这就是你挂住我的手段 林青秋 现在 你怎么后悔 我 不得你今天这么嚣张 原来是八戒上的秦东雪 有出这样的事 你还要不要脸 怎么 这难道不就是你一直梦想想做的事情吗 我和你不一样 韩玉轩 你没必要为了报复我 故意接近讨好秦东雪 这样只会让我更看不起你 你恨我和你离婚 但我并没有觉得自己做错了什么 那你的意思是 做的还是我了 我不想和你争辩这事 因为没有意义 但如果你尊重我 就不应该把名的女人带到我面前亮目扬威 穿住 那你把这八年的婚姻弃至于不顾 你有尊重过我吗 你有尊重过我吗 总之 我是为你不好 秦东雪这样的女人 你根本把握不住 她身份尊贵 怎么可能喜欢你 她对你也只是玩玩而已 你凭什么这么高高在上的看不起 那你觉得你有什么资本让我能看得起你呢 你看看在场的人 哪个不比你有本事 我 是天生集团的总裁 秦总年纪轻轻 就是一代商业女王 更别提提好集团那位董事长 更是神力般的人物 你和哥 这些就是一意之别 你和这里的人 根本就不是一个从事 你肯定吗 就 等董事长到了 他就会宣布我成为董事长夫人 董事长 连秦东雪都会屈居我之下 至于你 被秦东雪玩弄之后 是会落得真伴冽烈的下场 已经这么自信了 那万一 董事长又是非要你 不可能 哈雨萱 你还是担心一下你自己吧 到现在还望赏着秦东雪那样的女人 会嫁给你吗 你能有自知之明是最好的 你会明白的 我是你娶到的女人中 天花哪有存在 我不要你 就没有人会要你 众所周知 我们地豪集团近日有一件戏事 今日邀请诸位前来 就是想让诸位一同见人 我和你不同之处就在这里 我会借助董事长踏入豪门 而你只会被秦东抛弃 好 那祝你好运 献礼 秦家百亿黑卡一张 云顶天宫空中花园一套 麦巴克齐柏林一亮 秦家至宝 自天时一围 这些礼物实在是太贵重了 好请秦总带五向董事长道谢 秦总 刚刚是我的有忍无珠 冒犯了音 还希望您看在林总的面子上 不要跟我们一盘见识 董事长要娶林一家 那算是咱南省的半个女婿了 对吧 那秦总就不要跟我们一般见识了 林总 林老师说话呀 以后大家伙还都靠着您呢 这 这件事 就算了吧 可我 并不想去这些 这件事情还需要韩先生提供 秦总 你当真要为了这么个小白点得罪我情 你可别忘了 我姐可是地豪集团未来董事长夫人 你的领头上司 就是秦总 一个男人而已 喜欢了旧娃娃 可别当真 再说地豪集团真正的主人 那是董事长啊 量他就废了 你不敢对我们怎么样 是吗 那就先从你曹家开始 三分钟 曹家 灭 三分钟内 曹家 灭 秦总 你确定要为这么一个小白脸 含了我们整个南省名流的心吗 万总 你们地豪集团 这么让一个女人在这胡闹 你们还不配辱 我们曹家 制不住地豪集团 但在整个南省 也算是作生虎的存在 我自认为在这个世界 还没有谁能轻易地灭了我们曹家 更别说三分钟 今日 老夫就站住 我倒要看看 你怎么在三分钟之内 灭了我曹家 让一个废物 然后一会听 这种事情 我们几个不服呀 反论起来我们可能不行 但是如果我们团结起 我想 地豪集团 你得天亮天亮 你们还真是警警出发了 根本就不知道 地豪集团 到底是什么样的庞然道 你 潘雨萱 你不过是一个 躲在女人背后 药物扬味的废话 恐怕你想要这样的福气 你轮回到 早他妈扯淡 三分钟已到 我曹家 怎么还没变呢 怎么可能会真的有人 为了这个废物 而劳民伤财呢 潘雨萱 一手沾沾自欺 现在事态是什么情况 不过是不耍你办 三 三 二 十 还要将到什么时候 一 剑内 剑内 光枪措施本事太强 废物 永远是废物 来来来 赶快给我扯下来 否则 我取杨家之力 你要灭着你手上 我就不相信 秦总 会因为你这个贫图的玩意儿 和我杨家 与死往破 杨家 灭 龙旭 杨家 灭 死到临头了 还在这大放决死 不然不知道要被你拖累成什么样 潘雨萱 我 你和孩子都被赶出去了 别说被疯了 路死 自破产 我 我 我吵架 完蛋了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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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了 这 怎么办 秦总 你现在会这么恢复 而和我整个孩子为敌吗 你们还是不明白 得罪了我 你们尚有一线生机 可得罪了他 先生 你们只得死 不一条 秦总 这么做 董事长知道吗 地豪集团的事情 还问不到你多问 我想 这是你自作主张吧 秦总 掌管地豪集团 他是董事长的得力助手 你又算什么刀剑 你敢护士秦总 来灭了曹家 然后还想灭为杨家 别灭男生两大死 这件事情 我暴露 即便秦总能够逃过一劫 你 也会死路一条的 你才知 杨家愚武 武无罗 秦总 我等 一执敬奏于你 在今日之事 无我都不服 对 我们男生 还有董事长夫人代理 韩雨萱 我早就提醒过你 收起你那好高骛远不切实际的心 你妄想靠一个女人翻身 还在男省之上的坐 极其异效 就算秦同学想力保你 我也绝不允许你们利用地豪集团的势力为非做的 破坏地豪集团的名声 你凭什么说这种话 就凭我是地豪集团董事长夫人 林小姐未免太看得起你自己了 谁说你是地豪集团董事长夫人 谁说你是地豪集团董事长夫人 这价值十亿的礼物还不能证明吗 谁说这些礼物是送给你 你什么意思 林小姐听好了 我刚刚已经说过 这些礼物皆出自我秦家 而非地豪集团 这些礼物都是我孝敬给韩先生 谁说是送给你 林小姐想要教训我 还是等你成为地豪集团董事长夫人那天再说 现在 地豪集团 韩预宣 你就看着这个女人这样折辱我吗 你自找口知 愿 各位都误会了 我刚刚所说的喜事 是我要正式追求韩先生 至于我们董事长的婚事 那都是方间传闻当不得真 至于我们董事长的婚事 那都是方间传闻当不得真 不可能 我要见董事长 他明明答应要娶我的 他当面告课的 南省世家活得太久 高谈愚蠢 林小姐 东选在 各界世家的清算可以交给你吗 是 我杨和平 愿自怀而生怒 救救韩先生 能够用口袋 留一身侧命了 曹德盛 也愿自怀而生怒 给我们曹家的晚辈 也留一条生怒 丁心端正的 可以 谢韩先生 南省白家 求韩先生 往开一面 南省王家 求韩先生 往开一面 南省白家 求韩先生 往开一面 南省王家 求韩先生 往开一面 南省周家 求韩先生 往开一面 南省刘战 求韩先生 往开一面 南省朝阳 求韩先生 往开一面 南省李家 求韩先生网开一面 求韩先生网开一面 怎么回事 这一份不是董人长相你求婚 怎么成了秦总追求韩雨萱那次 那废物刚醒 怎么就发上那个秦总了 一定是五年前都已经出轨了 好啊他 姐 姐 姐 这 等等 林总 你还有什么事情吗 所以 他才是你今晚最大的依仗 是吗 是 你不是 你装什么 什么傻是你才跟我女儿离了婚 就跟别的女人找在一起 你对得起她吗 你可别忘了 你昏迷五年 医药费都是我女儿给你出的 当初我就不该把女人嫁给你 秦总 你想要带这个男人走 可以 那你得赔我们钱 他在我们家白吃白喝花年 甚至连五年的医药费都是我姐出的 你至少得赔一千万 不 一个一 没错 既然秦总这么有钱 一出手就给这废物十个亿 那么 给我们一个亿 不 林情雄 你家人的痴相还真 林情雄 你家人的痴相还真 我们这八年的婚姻 我韩与萱自问自己 没有规律 八年前 是我给你的资金让你开的公司 五年前我为救你出了车祸 导致我这五年昏迷 这比较你确定的 韩与萱 别再以我的救命恩人自居了 已经过去五年了 再说 我给过你补偿 是你自己不要的 我从未像现在央隔心过 我以为 你只是没钱 没本事 但品情还是好的 可是现在 你对男生的希望 你想学习 我知道 你听了这些话会很不熟 但我所说的都是事实 今晚你却出现了风 让南省世家次断生物 放烟只分南省 没有第二个人能做到这一步 但这 有龙齐啊 你靠的不是自己 不过是站在另一个女人身后吧 你靠的不是自己 不过是站在另一个女人身后吧 无论你今晚有多大的威风 到头来 你还是你 从来没有像个男人一样 凭自己的能力站起来过 林总的话还真是让我大 如果你这么说的话 不像我们之间没什么好谈 走吧 秦总 秦总 有些事情我必须告诉你 愿文奇想 韩宇轩这个男人是断惠伪装的 当初我和他认识的时候 他就自称地豪集团董事长 招摇过世 被人当成骗子 毒打了一顿 是我救了他 后来嫁给了他 我不知道他用什么手段接近 但他一定是在哭 这个男人 根本就是立贪扶不上墙的 难敌 一无是处 根本不值得你为他清算 整个男子 你毁掉的是 整个地豪集团的事 肉眼凡胎不识真人 全靠着强词夺理来自我安慰 还真是 有什么意思 没什么意思 实话实说罢了 不过 还得感谢林小姐 能把这么优秀的韩先生让出去 要不然 我还没有机会 不过 韩先生的身份 远非你们能够孤乱 放在你们一无所知的份上 我倒是可以碰 不用了 一无所成 永远只会站在别人背后的男人 我能信心 站住 只会让我觉得更变怒 那还真是遗憾呢 希望林小姐 会千万别后悔 能让我后悔的理由有很多 但绝不会是 和他离婚 是我自知做过最正确的事 秦总 你贵为地豪集团总裁 没必要 在这样无能的男人身上浪费精力和时间 这种人 只会令你更失望 这种人 只会令你更失望 虽然林小姐知道我是地豪集团的总裁 那请问 林小姐有什么资格来以下令上 叫我秦东许做事 我 我看人的眼光可能有那么紧 另外 我希望我能清楚 以你现在的身份力 还不足以对我秦东许去示范子 韩先生 走吧 你装什么装啊 你只破是捡了一件扫地出门的垃圾 还能成宝贝了 这脑子有病 妈 你别说了 以后我和韩云轩的事情 你不要再 姐 妈说你打抱不平 你就是太善良了 刚刚那个贱人 凭什么那么说你 他虽然是地豪集团的总裁 但你还是地豪集团的董事长 他虽然是地豪集团的总裁 但你还是地豪集团的董事长 请求 今天董事长怎么明白 我怎么知道 其实 他说的对 现在的我 比起他 林轩还差得很远 姐 还是你身后有董事长的 我林轻秋 不需要靠任何人 我现在只需要做一件事 就是带着天正集团 一步一步走到地豪集团的董事 没错 你是我的 你的 你的 你什么 还定不 他虽然 将来你一定之后 我会让你今晚看到天正集团的觉醒 在明明的日子 希望你能够明白 只有靠自己 才能一步一步走上高线 实则是 能力的一切 终将你又去 董事长 昨日 南省一流施加的清算已经全部完成 半数一流施加跌落至三流 最半下去 南省这次怕是要大伤元气 那我就再扶持一批 您的意思是 通知下去 地豪集团赤资150亿打造欢乐股项目 这南省所有的公司 都可以参加 请您魅心项目选一个地方 就在这儿吧 第四局 属下这就去办 林总 地豪集团刚刚发布通知 要赤字150亿建欢乐股 我们可以参与 好 知道了 林总 您怎么了 林总 您怎么了 地豪集团刚刚发布通知 是自150亿修建欢乐股 是地豪集团董事长亲自下令的 咱们天圣集团就是建筑公司啊 我知道 董事长心中还是有您的 地豪集团已经享誉全球 怎么可能看得上 小小欢乐股带来的利润 他这一定又是在帮您 整整150亿 董事长对您 真的是一往成深 嗯 我们现在就出发去地豪集团 小秘书 你说我们能成功吗 天圣集团比起这些老牌企业 还是差了点 可是 这150亿的大项目 哪怕从中扣下一些边缴料 也足够我们大专用 林总 您年纪轻轻就成立了天圣集团 那地豪集团是肯定能看见你的优秀的 再说 您不还有董事长吗 再说 您不还有董事长吗 没错 只要能跟地豪集团合作上 天圣集团可就一飞冲天了 行东旭 就再也不能用那种语气和我说话 到时候 那个韩宇轩就会知道 他错过了一个怎样优秀的人 直到那个时候 他后悔也晚了 您看看 韩宇轩 你还真是阴魂不散 竟然跟着我来了地豪集团 你不是八戒上秦东雪了吗 还来找我做什么 我不是来找你 韩宇轩 你别装了 跟我们林总离婚 我知道你很不甘心 毕竟我们林总是身价过亿的集团主材 而你 只不过是一个一无是处的废 那事实就 你还是早日认清现实 但事实就是如此 你还是早日认清现实 我 我知道你想说什么 你这般纠缠我 不就是想和我复婚吗 我是绝不可能同意 我说了 我不是来找你 我们林总 马上就要跟地豪集团合作了 到时候 整个南省都要仰望我们林总的身姿 以他的美貌和能力 注定是要站在云端之上 受万人的情话 包括金军雪 是吗 那我又 韩宇轩 你别装了 你明知道我天圣集团 马上要一飞冲天 跻身于南省顶端了 所以你跑来求我复合 但我已经看轻了 我告诉你 复婚绝不可 我有必要提醒你 昨天参加宴会的所有世家 不得参与此次项目的竞标 这其中 自然也包括你了 你反归言所听 达不成目的 就想欺瞒哄骗我 你以为我是傻子吗 会相信你这样的废物 你以为我是傻子吗 会相信你这样的废物 你有什么资格说这样的话 你不就是跟那个秦总勾搭上了吗 一个小白脸 还真把自己当成地豪集团的人了 我跟林总根本就没有收到这样的通知 那行 现在你们收到 广播通知 昨天参加宴会的所有世家 不得参与班乐谷的项目标 是 韩雨萱 五年不见 你的演技倒是上涨不少了 还知道请个群众演员来当播 这不去当演员 缺财了呀 韩雨萱 为了害你 你手段用尽 你就这么恨我吗 做人可以没有本事 能不能握住 这一次你醒过来 我本真心为你感到开心 可你做尽蠢事 消磨掉了我们之间最后的情欲 以后 无论你落得如何下场 都是你救了 我是做了什么蠢事 我来告诉你 为了跟我们林总见上一面 冒充完成天盛集团十个任务的柜 我和林总可不是傻子 不会被你轻易忙碌 我们当场戳穿你 你自觉丢人 加酒吧离开就算了 可你却害得我们林总 失去了跟贵人见面的机会 说到 都是因为你 一直在拖累我 这件事那天我已经解释过了 无须多言 别再撒谎了 韩雨萱 如果你存低做起 是一步步走向我 即便你身份低微 我也会高看你一眼 但你用这种下作手段 我只会更厌恶 韩雨萱 我之所以和你离婚 就是因为我在你身上 看不到任何希望 就透露着无用窝囊 不是说 要把我们赶出地下 你那个群众演员呢 是被我们戳穿了 变不下去了吧 你们的私以为事 还真是令我刮目相看 你们的私以为事 还真是令我刮目相看 装强做事 昨晚 秦东雪 毫无条件地帮你 让你在宴会上出现了光头 但今天 他不会再帮你 因为这次招标会 是董事长发起 秦东雪就算再厉害 也不能越过董事长 所以今天 就一定失败 是吗 你们无需和我争议 一分钟之后 自然就会见分析 你还是不读 我之所以跟你说这些 是想让你明白 做人要知分寸 尽快 无论爬得多高 当张狂超出实力 注定会摔得死生死 你拿什么身份 在这儿教育 故事谈一句 我们林总劝见你 那是我们林总善的 林总 他这块小木 咱们是标不动的 就让他 自生自灭 地豪集团下达通知 地豪集团下达通知 就让他 自生自灭 地豪集团下达通知 地豪集团下达通知 昨夜地豪宴会上的世家 一律不赢是竞标翻了5档 昨夜地豪宴会上的世家 一律不赢是竞标翻了5档 是你 你是故意的 结果已出 是你是 韩语轩 你就这么恨我吗 为了毁掉我不惜搭上自己 林小姐未免太看得起自己了吧 毁掉了 对于韩先生而言 一天长如同捏死一只马 你们也只是趁着董事长不在 为非作胆 一旦董事长来了 你们好日子就到头了 事到如今你还执迷不入 韩先生的身份你还猜不到吗 难不成 他还有什么高高在上的第二层身份吗 别故弄玄虚了 他不过就是一个只会吃软饭的废物吧 别故弄玄虚了 他不过就是一个只会吃软饭的废物吧 昨天晚上我准备告诉你的 可你太过高傲自大 没给我机会 你想说什么 五年前天盛集团瀕临破产 你突然接到一个两千万的单子 从此以后好事连连 单子更是源源不断 每个单子的利润都超过市场的百分之五十 三年前 因为你的决策失误 天盛集团所有的流动资金被股市套牢 你突然就中了五千万的彩票 更一跃成为地豪集团在南省的首席合作商 地豪集团倾尽全力的帮你 可你实在是上不得点 整整三年时间 身价才将将过亿 但凡换成别的公司 哪怕是一个小作风 在地豪集团这不计得失的扶持下 五年都足以上市 在地豪集团这不计得失的扶持下 五年都足以上市 可你 这个扶号下 到底谁才是扶不上墙的烂迷 你知道什么 这些年你接的每一个单子都是我亲自省 五年前我接到一个任务 扶持天盛集团上市 你说我知道什么 你不过是听从董事长的命令 来帮助我们林总的 这是董事长对我们林总的一番好意 你有什么资格在这平口论足的 我呀 就是看不得某些人这么忘恩 这些年 董事长还真是看错了 为什么 董事长呢 我要见他 你不是见到了吗 一豪集团的董事长 正是这位 韩云轩先生 我明白了 你们一直阻拦我见董事长 就是怕我拆穿你们两个狼子野心 天高皇帝远 你们膝下南上 妄图在南省冒充董事长 等真正的董事长来了 你们就完蛋了 林青秋 你是什么时候变成这种 眼界狭隘目中无人 不变是非的人了 还是说 不变是非的人是你 八年前你就编造出这种谎言 结果连饭钱都拿不出来 现在 你又要过去重施了 立豪集团的人不是我 不会救荣你 原来从一开始 信任 我拿什么信任你 就应该替我妈的话 地位悬殊的人就不配在一起 只是在学校白白浪费了八年的青春 八年 八年的确是吗 八年 八年的确是吗 卢市长 南省分部的高层还在等着您开会 我们走吧 林总 咱们怎么办 跟上 我倒要看看 他们这出戏 要颤到什么时候 没错 我不相信那个废 能让这个地豪集团陪着他演戏 董事长 要处理一下吗 不用 让他彻底死心 吴宇宙 林总 那我守得 可是地豪集团南省经济的经理 万自明了 他 跟着飞不去 秦东雪真的有那样的能量吗 他可以操控整个地豪集团南省分部 为韩宇宙做局吗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董事长 秦总 昨夜宴会上以下饭上的市价都已经清算完毕 这是庆祝的 南省经此变动 元气大伤 幸好董事长英明拿出150亿同宿南省经济 南省想要竞标欢乐股项目的公司都已经聚集在外面了 您需要见一下吗 不见了 好的 这件事情就交给你全权处理 是 今晚之后 我将离开南省回到京城 南省所有的一切事宜就交给你们处理 难不成韩宇宙还真是地豪集团董事长 你所谓的感觉 从来不是我需要的 我想要的 你怎么知道我给不起 你没有想到 要不是我只靠你自己五年前天生集团就已经破产了 你有没有想到 天生集团的国庭误会那是我给的 为了留住 连这种钱都说得出口 你真是 好了 我对你无法可信 我只想你明白 身份地位悬殊的两个人 怎么可能在一起 这 这是 我选的 你还真是好好的 你好自为之本 希望 他说的不可能是真的 他在骗我 林总 您不是有那个意见吗 董事长说过您可以拿戒指去找他 等见到董事长 一切都真相大 没错 我要见董事长 我的戒指呢 是不是那废物给偷了 怕您接穿的 韩亦轩 是你 偷了我的戒指 韩亦轩 是你 偷了我的戒指 戒指 董事长送给我的那枚玉戒 你确定那枚玉戒指 是董事长送给你吗 你别转移话题 把戒指还给我 林青桥 或许是我对你太宽容了 以至于你现在在我面前无法 现在的你是在用什么样的身份地位 来质疑我 你什么意思 你之前说的很对 有两个身份地位不一样的人 是根本不配在一起 而我用八年时间才明白过来这个道理 教会我这个道理的人正是你 怎么现在你都不明白 你看看这里 再看看我 看看你自己 你不过是南省一家小小企业的小小总裁吧 而我是地豪集团的董事长 你那所谓过亿的身家 在我眼里根本就不知 你那所谓过亿的身家 在我眼里根本就不知 现在的你就连是见我一面 都只能用那一枚毫无价值的戒指 这样的你与我来说 本就是与你之别 这可是你曾经说过的 现在我把它还给你 韩雨萱 你看看这里 看看我 再看看你自己 别再心存妄想 我们已经不一样了 你现在连见我一面 都要用这种兔鸡摸狗的手段 你与我 根本就是淤泥之别 我想不到会有什么理由 能让我后悔 就算你是地豪集团的董事长 你也不能正说我们林总 现在你可后悔了 你不后悔 把林中正有被拆穿的一天 你闹得再大 也只不过是一个漂亮小丑 真正掌权者手中的玩物罢了 林小姐的脑子还真是不一般 林小姐的脑子还真是不一般呀 你不是想知道那枚戒指在哪吗 我可以到处 是你拿的 带上来 放开 放开我 女儿 救救我 快救救我呀 姐 她居然敢打我 快要董事长姐夫把他们开除了 放开 这是怎么回事 他们拿着御剑 在地豪集团名下的产业大肆消费 就消费了五亿五千万 结账时据不认账 我正准备把他们送到姐夫 妈 我不是说了不要动我的遇见吗 你马上就要嫁给董事长吧 我们享受一下怎么了 就是姐 之前妈破坏你和姐夫的婚事 一直对我们二弟面命低调低调再低调 现在你和姐夫的婚事已定 我们潇洒一下 怎么了 就是姐 之前妈破坏你和姐夫的婚事 一直对我们二弟面命低调低调再低调 现在你和姐夫的婚事已定 我们潇洒一下 怎么了 你 你只会给我丢脸 这就是林小姐你所说的 不靠男人 靠自己啊 你们还真是 不是一家人 无尽一家呢 不是 钱我会还的 好啊 林小姐 总支付 五亿五千万 林总 咱没这么多钱 可以 分 分期付款吧 嗯 你现在为难我 林小姐 天圣集团满打满算 市值一个亿 这可是 可以 你什么时候才能赚到 说女儿 马上就要嫁给董事长 这必须就有个亿 就是 等我姐做了董事长夫人 说女儿 马上就要嫁给董事长 这你这区区五个亿 就是 等我姐做了董事长夫人 你们都 把他们送到警局 这可是一个大案 我按着 谁说我没钱 这可是地豪集团董事长 亲手送给我姐的黑卡 这里面 可不止五亿一 八年前 你们董事长就亲手 把这张黑卡送给了我姐 你们真以为我没钱 我只是给你们一个八九的机会罢了 只可惜呀 你们这群永远无猪的废物 快 我姐就会把你们都 这可是无限额的花旗黑卡 全世界只有两张 其中一张的持有者 确实是地豪集团的 其中一张的持有者 确实是地豪集团的 董事长啊 这张卡 有点眼熟啊 没错 这张黑卡 就是你们董事长 亲手送给我姐 感动董事长的家 你们 等会都得拿完 看好的 一旦刷卡成功 你们 就得 你才吃快 刷卡成功 消费五亿五千万 来下次光临 你这有远无猪的东西 谁是小红 啊 我告诉你 地豪集团 那是我们家的产 我们消费怎么了 我们消费怎么了 这张卡 哪来的 就你房间柜子里 那个黑色的盒子 接着红绳的那个黑盒子 对啊姐 就不是董事长姐夫送你 对啊姐 就不是董事长姐夫送给你 那是结婚前 韩玉轩送给我的病 林锦桥 现在 你父 真的是第好集团 董事件 没错 你为什么瞒着我 这些年 你一直在杀我吗 我从一开始就告诉你 那是你自己不愿意消费 所以后来我就不在 我知道 你心高气傲 担心我们之间地位悬殊 我怕你不自费 所以我给你资金 让你开公司 甚至让地豪集团在背后扶持 这整个南省分部 我都是为了你才成立的 我本想在天圣集团上市的那天 告诉你一切的事情 但是我也没想到 我出车过分离了五年 可自打我醒来之后 你的所作所为 还真是结结实实的 让我长了个教训 这张卡 是当初董事长送给你的片子 你自己不相信到角落 可你母亲和弟弟可没吵花吧 既然现在你们已经离婚了 那卡还回来吧 既然现在你们已经离婚了 那卡还回来吧 不可能 这卡是我们的 不可能给你们 华师 是 你真有这么狠心吗 我们已经离婚了 之前的话 我不会记得你 从今天开始 你我再无任何关系 何必说得这么冠冕堂皇 韩宇轩 你说你隐瞒身份是为了我们林总 实际上你早就跟这个女人勾搭上了是不是 不管你是韩宇轩 还是地豪集团的组织者 我们林总心里一直都只有你一个人 是你先背信弃义 还把错都归结到我们林总之后 你还真是无耻 你敢打我 容易说话的份儿吗 自己身份都看不清 不打你打谁 你再说一句 你再说一句 管好你的手 韩先生是地豪集团的董事者 你吃了什么东西 再管我韩先生一句 我不介意让你尝尝那些世家贵族被断生路 是什么的思议 韩宇轩 我可以和你谈谈吗 这是我们两个之间的事 轮不到一个外人指手画脚 我们没什么好 这枚戒指气势的地豪集团来说 并无任何地义 什么董事长的恩情 什么狗屁性 那都是假的 这也是这八年来 我唯一欺骗过的事情 它使用我亲手设计 亲手打字 好尽了我的心血 不过既然已经把这份信收回来了 它就逼我自己 碎了 姐 爷爷 这是怎么回事 你和雨萱离婚了 你 你这孩子好糊涂 糊涂啊 老爷子 当初就因为你的一句话 让青秋和那个韩雨萱结婚 那个韩雨萱就在我们家 来了整整八年 八年呀 她吃我们的用我们的 就连她昏迷那五年的医药费 也是我们出的 一事无成 分明就是一个只会脱雷青秋的雷 那谁知道她是地豪集团的董事长啊 就是爷爷 你怎么不早说呀 要不然我现在是地豪集团董事长的小舅子 不知道多虎 这破天的福 全都破 你说你真实 一个男人的心都冷 你们懂什么 这都是你们立以熏心 我林家的家教 就是这么 教你们的吗 当年 林家一夜崩塌 是雨萱伸出援手 我林家才投影延续呀 原来 他那么早就帮过我 那时 林家极其可畏 多亏雨萱出面 和地豪集团搭上了线 这得以保全公司 如果当时没有雨萱 请求 你的天圣集团成立 是不可能的 林家 早早 早早就破灭了 不止如此 你还记得 在天圣集团成立之前 你的卡上 多出了雨 那也是 雨萱所增啊 是他骗了我自己 年前他昏迷之时 就为林家 和地豪集团搭上了线 原来 你怎么都知道他的身份 你怎么不早告诉我们 如果我们早知道 他有这么高的身份 那我一定会把他供起来的 就是 爷爷 这一切都怪你 闹成这样 我的富豪梦都不放逼 不懂 你们不懂啊 我的错 我不该 把你们养成熟木村狂 群眼俯视的人 雨萱与萱 他只是一个 普通的人 你们 你们扪心紫外 他对你们 可有半分的不对 本该是我林家 长久兴生的关键 可现在 却全让你们给 回了 雨萱与萱 话也不能这么说 我林家现在也不差 我姐的天圣集团 马上就要上市了 是吧 没错 五年时间 青秋 又带领天圣集团 发展到如此地步 如果再给他点时间 说不定也能做到 地豪集团的地 我们家青秋啊 从小就是最优秀 最聪明的 只要有青秋在 天圣集团 想不发达就难 愚蠢 愚蠢啊 爷爷 请您相信我 就算没有帮助 我林青秋 也会带着林家 走向辉煌 我 小秘书 怎么了 林总 不好了 林总 我们天圣集团合作方 现在都拒绝 和我们合作了 你说什么 这是怎么回事 我也不知道啊 现在九成的合作方 都给我发来合作主查 再这样下去 咱们的资金 运作全断了呀 你先我住公司那边 我这次联系一下 公司合作方 确认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尽快找到解决方 一定要快林总 现在是我们公司 发展的关键时期 一旦资金锻炼 所有的项目都会入组的 可是要赔200亿 运约金的 会让我们公司 撤迷破产的 嗯 我知道了 静秋 出什么事了 喂 李总 我是林青秋 您 喂 您好 田总 我是林青秋 抱歉 田总交代过 天生集团的电话 一定会见 白总 是我 我 林青秋是吧 我和你没什么好说的 毛子为之 什么 怎么了 曹总 我是林青秋 你 这是过了一个晚上而已 为什么会这样 家 崇秋还是 老不掉 败乱呀 爷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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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青秋 你还愣着干什么 你还不赶紧去求求那个韩宇轩 你已经能结婚八年 他当初还是很爱你的 你不喜欢外面的外卖早点 他就每天早上六点钟起来给你做早餐 他为了你练就了一手的好主意 你去求求他 他一定会原谅你的 姐 你别那么高傲 姐夫那样的人 什么样的女人找不到 你哪怕扶地做小对不对 只要能护得他开心 韩宇轩的心不都是你的 爷爷太刚死 你们都惦记给韩宇轩的钱 你们还有人性吗 我们都知道了 你的天性之团已经不行了 你不去求那个韩宇轩 难道让我们跟你一起喝西北风啊 是啊 姐 说到底还是你自己不行 公司公司开不好 一个男人 也会不好 你快去呀 那个韩宇轩身边 有那么一大堆的小狐狸精 如果他被那个贱人够走了 你后悔都来不及 我看那个姓秦的 就没安好心 够了 我还要送爷爷最后一程 以前是我带纵容你们了 你们的吃穿用毒都是我赚来的 不会再管你们了 你们好朋友一见 姐 你可不能不管我呀 姐 姐 滚出去 你可白眼了 老娘白眼你了 姐 妈 姐 妈 妈 您今天离开的事情需要通知林小姐吗 不需 是 那我们赶紧出发吧 飞机已经在机场等候了 我也要不是 快点 我 不认为 明天 你 日本人 都是 可能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